好,現在來測試一下 這個是新到貨的耳麥 無線耳機麥克風 這個麥克風 可以夾在領夾 然後呢我現在還沒有開始裝 這是接收機 然後帶在我這邊的這台是發射機 所以我發射電波到這台機器 然後這台機器呢等一下會接到手機裡面去 插在手機的這個輸入孔 麥克風輸入孔 那這個開關呢只要按 按兩秒鐘它就會打開了 然後另外一邊發射器的 麥克風這邊也是 好,這樣就打開了 按兩秒鐘就打開了 然後另外一組也是 按兩秒鐘就打開了 所以它的好處是可以同時收音兩個人 假設兩個人在 對彈的時候 非常方便 那我現在把麥克風先裝上去 這邊麥克風已經裝上去了 然後另外這邊麥克風也裝上去 很簡單就把它裝上去就好了 然後可以把它 鎖起來 這樣就有兩個麥克風 可以 這支麥克風就可以另外一個人 OK 現在呢我就把這個接收器 插到 耳 那個 手機裡面去 好手機 那現在的收音 現在的收音就變成 這個發射器 發射器然後接收機 收到之後傳到 手機裡面去 手機裡面去 好 好那我們講 這台是A好了 A麥克風 然後這台是 B麥克風 B麥克風 然後我現在走到很遠的地方去 收音還是可以很清楚 看一下 好 好 我走到客廳去 收音還是可以很清楚 有沒有 還是可以很清楚 這是A麥克風 這個是B麥克風 A麥克風 B麥克風 所以兩邊的麥克風都可以收音 OK 非常方便 所以用來做直播 或者是用來兩個人 同時錄影的時候 非常好用 好 那這段影片就傳給你看一下 STOP STOP